欢迎来到全新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确实善于用笔 字迹清新淡雅 像极了她的清纯气质 当今娱乐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书法圈 因为练习书法的明星大腕有很多 其中也不乏美女明星 譬如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演员迪丽热巴 就非常喜欢恋笔写字 颇有一腔笔墨豪情 迪丽热巴于1992年出生于乌鲁木齐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她主演的克拉恋人阿纳尔罕等许多影视剧 曾给广大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确实是一个当下炙手可热一线美女明星 至于书法 迪丽热巴主要是在业余时间里玩玩 目的也是自娱自乐 不过 她的书法悟性较好 且用笔很帅真 字迹流畅自然 清新淡雅 含蓄之中透露出秀丽的书卷之气 像极了她的青虫气质 曾有书写专家认为 别看迪丽热巴总是羞羞搭搭的样子 她的书法可是有两把刷子 确实善于用笔 还写出了个性风采 与那些歪歪扭扭 显得庸俗的明星书法相比 热巴的书法算是赏心悦目了 的确 虽然只是业余爱好 但迪丽热巴的书法还是有模有样 可圈可点 尤其是她的硬笔行书技法较为娴熟 非常优雅和漂亮 只要看上一眼 观者的心就被紧紧抓住了 简直颠覆了我们的审美 这说明 热巴的书法确实是练过的 并非心血来潮之作 如果再练上几年 还会有更大进步 当然 热巴的书法也有不足之处 主要体现在肩比出风较多 有些转折的地方也显得比较生硬等等 夏同克烦恼 洋洋来拯救 路易威登敏月轩尼师LVMH旗下气泡酒下同Jaden近日宣布 青年演员洋洋成为其中国首位品牌代言人 流量明星代言 瞄准95后 对于此次请流量明星代言一事 一名轩尼师的经销商还是比较认可 他指出 气泡酒夜场卖得多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 因此流量明星代言是匹配的 现在干型起泡酒没有强势品牌 若夏同推广能够成功 这对所有做起泡酒的品牌与进口商都是一个福音 于洪杰说道 珠海金月阁朗德酒夜董事总经理刘日中也指出 请名人代言是国际品牌惯用的一种手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这个明星是否有活力 跟夏同是否匹配很重要 这些年 夏同的烦恼 上述轩尼师酒类产品的经销商指出 夏同前些年在渠道中 曾尝试与轩尼师养酒产品进行捆绑销售 渠道依赖性也意味着品牌投入不多 这名经销商认为LVMH在中国推广夏同 应当把原品进口夏同引入中国 让人逐步接受品牌及口感 然后再推国产夏同 逐步进行进口替代 事实上 这也是目前在中国颇有建树的几个全球啤酒品牌的成熟打法 而上述接近LVMH的人士则指出 根据夏同品牌的定位 它是香槟的延伸品牌 LVMH旗下唐培里能 宁月香槟的定价偏高 因此起泡酒定价也会相对高一些 邀请杨阳代言的夏同 至少做出了一些姿态和调整 我们来看看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